今天请来了三组旅行推荐官 我去啊 这我太难不了 不吃血远了 血远好 到重庆 我们去吃什么 锅锅吧 重庆的小伙都是啪耳朵 归了一个榴莲 好美啊 一个别墅 1块钱 来 50块钱 针对这些愚民 当所有人拥促着繁荣走向前 你有没有勇气 逆声 向喊 精彩的节目最强的大脑 换了很多奖品不少 臭美的扬斑 智慧的球宝 所有搭档请准备好 为梦想携手组队 有你在能量加倍 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有 这里是知识的补给站 这里也是能量的加油站 这里也是考验搭档默契的舞台 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场 首先欢迎我的搭档关灵 欢迎大家好 我不知道关灵也好 还有球宝也好 有没有看出我今天 这个状态上有什么变化 往这脸上看 看这个肤色 晒得黑了 我带着全家旅游了 我倒是听说过 说你特别喜欢在全世界各地流窜 什么叫流窜 在我们家地图一打开 我媳妇忙扎飞镖 扎到哪儿 我们就去哪儿 那如果炸海里怎么办 那就潜水呗 你比如说这回我媳妇飞镖一扎 我们去了埃及 原来你去埃及 是你媳妇有飞镖扎的 没错 而且去年我媳妇这飞镖一扎 你看我又扎到哪儿了 原图啊 沈阳故宫 还真是身一脚前一脚的 这不是每个家庭忙碌了一年 都希望有一个属于家庭 集体出游的时刻吗 我也特别希望 通过我旅游打卡的照片 给大家做一下旅行推荐官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我还不够专业 今天我请来了三组 特别适合做推荐官的朋友 来我们的现场 给我们做一下攻略 好不好 好 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有请 第一组旅行推荐官 闪亮登场 我想住了几个梦 我想住了几个梦 是没梦凉 怎么它就这么多 是老狠狠 下一个昏夜 又来过夜落魂 深夜发动 大歌大老 《小伙》 《大人》 《小伙》 《大人》 你这辣碟就来过夜落 宠结花动 我这些人说 打得哪 《小伙》 《小伙》 《大伙》 太厉害了 大圣好 齐天大圣什么都能变 一把毛变出金箍棒 但是能不能变出一只话筒来 太棒了 大圣啊 那今天您来我们这儿 做旅行推荐官 谁给我们推荐水连洞啊 还是花果山呢 不不不 俺老孙给大家推荐一个宝藏城市 好啊 那就是吉林长春 这可是一座温明城啊 我们这儿有一个五位级景区景节坛 还有长影市地城 还有好多好多的好吃的 您还是一只蝉猴啊 方哥 俺老孙今天还给你带来了 一点好吃的呢 是吗 没错 来 上美食 俺老孙去给你取 这位有面子吧 好可爱啊 哈喽 方哥你好 我给你准备的美食 你好 跟大家打个招 你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 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铁柱 你们好 你好 这位是 大家好 我叫安丽雅 目前在长春冻植物公园 进行这个人力资源 和演员管理的工作 那正好是管理的 对对对 这是给我们带的东北特产 不对呀 东北特产什么 小鸡炖蘑菇 锅包肉 雪棉豆沙 这怎么带个雪饼啊 对呀 我就经常吃这个东西 所以说今天给你带来了 你尝尝 来 高林老师 那我也吃点 尝尝 大圣啊 你这天上就吃这个呀 对 好多游客 过来观看我的时候 总跟我拿这个东西吃 所以这也是你名字的由来 对不对 对对对 也就是在咱们长春的一个景区 铁柱扮演了齐天大圣 被很多游客亲切地称为 雪饼猴 对 因为开始根本没有游客上的头位 我们公司老总就给我准备点水果 后来水果也吃没了 后来准备香蕉 香蕉也烂了 就发现这个容易保存 对 就剩雪饼了 那天的时候我就吃都得多了 大概我吃能有十袋雪饼 一袋雪饼里边呢 是两片装的 我也就大概是能有二十多片 后来我给我吃鸡眼了 当时我就说了一句经典的台词 我说不吃了 这位太干部了 游客拍下来之后 就当成金剧了 发到网上 完了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关注 所以大家记住了 这个猴叫雪饼猴 不吃雪饼了 雪饼猴 这位太干部了 啥呀 又吃雪饼了 以后啊 谁带雪饼了 屋都不来那这屁呢 就跟他不拦着 这行 吃完雪饼猴呢 还有串 对 啥也不错 你不错 还多久 还给我一几块 你说这几十 现在据说好多游客 专门会到长春 去看你的表演 对 好多游客都从 祖国各地给我带来吃的 我现在吃的东西特别洒 就每天我大概得吃好几十种 还要确保 每一个游客给你拿来的东西 你都要吃一口 如果不吃谁呢 好像有点不给面子 像咱们都是东北的 那不给人家画掉地上 人家拿的东西 给人面子不就绝了吗 对呀 所以说他拿过去 就要吃一口 拿过去吃一口 和这天天吃 以后这个大师兄就演不了了 演二师兄了 得演二师兄了 对 给你投胃过的 就最奇怪的食物 你还有印象吗 最奇怪的食物就是 唐僧略 猪爪子 那个师父的肉吃了 二师兄的猪蹄也吃了 二月二猪脑也吃了 所以我说师徒四人 怎么就剩你一个了 你不要我吃了 还有就什么汉堡里边 这汉堡 夹的是咸菜 人家挺偷的 对呀 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我能接受 有的时候我也接受不了 但是确保 让每一位游客感受到 吴星山 孙悟空 这个雪饼猴 给他带来一份真诚 和一份爱吧 嗯 他活比我命都硬了 哎呀 当劲当硬了 你上回给我欢会在哪儿 哎呀 哎呀 棉花糖 好好好 哎呀 你这个把椎鲁鱼 都骑人家 都抽出来的 完了 哈哈哈哈 这温度 内猛来的 你把鲁王就走 不挣钱也得干了 这不是太好了 我这是个母猴 哈哈哈 这是给你送媳妇来的 这是小个母猴 是个新鲜 是个新鲜 是男士女 我上哪摆下 我又不是地超的 当劲 让他对自己妈妈说句 新年快乐 你以为他会叫阿姨 妈 新年快乐 当劲克说 专程从澳大利亚过来看他 哦 对 这个厉害了 从澳大利亚来 刚看完戴手就来看活 对对 我以前想象啊 可能喜欢这个孙悟空 小朋友会居多 但我看刚才拍视频 对话的好像 大朋友小朋友都有 对对对 还有阿姨 专门过来和你合拍 很多妈妈粉 对对对 铁柱老招人喜喊了 大家都是大老远过来 就是为了跟他互动一会儿 情商高 对 嘴儿甜 哎对 所有的梗都接得住 跟他一交流一互动 就特别开心 所以就是大家特别愿意来 游客来的时候 给我带的东西 有水果 还有吃的车离子啊 游客给我口味过来之后 然后我就说一句 我说这车离子好吃啊 没到几天的时候 我就乘香乘香 然后回收车离子 我家里的冰箱 下面下三层 全都是车离子 就这个游客的这份心 这份爱 真的非常打动我 你好 雪饼猴 你好 你好 你边上现在还缺人吗 你这吨位说有点大 你这样我给你选一个好的职业吧 我那边还缺个靶戒 说你胖的 你看他这苦了别哭 你就在五星山底下压着吧 球宝你还别对人家那个雪饼猴 羡慕嫉妒恨 你以为这工作很简单吗 天天趴着 而且吉林要到冬天的时候 天还挺冷的呢 如果是在镜头外面 我们只看到脸露出来了 后面是什么造型 其实真正我们是还原 那个鸭五星山下的时候 孙悟空就是这个姿势 露一只胳膊 还得可爱点这姿势 对 露一只胳膊 还能接受游客的东西 往怀里抱 主要是放表往里边挠 也就是说 一天你是趴着吃东西吗 对啊 所以说这个工作 别咱光看着趴着吃 挺简单 其实背后也有挺多 没给大家讲过的 这个自己的一些经历 比如说今天趴完这一场的时候 第二场再趴的时候 我这肚子就特别疼 因为吃的东西特别洒 每天吃十几种 就过我嘴的糖 还有十块 他们有人说 您可得注意点 别得糖尿病了 我说你放心 我一定会多注意的 这个肠胃这一块 还有好多的那个游客给我送来煎味消食片 今天我家里边已经有一箱了 今天煎味消食片 每天我都得来吃掉 一天煎味消食片吃的都撑得慌 在一个这个保暖的这个问题 咱们那个景区冬天的时候 温度大概是最低能到多少度 最低是零下二十多度 对 零下二十多度户外表演 里边有什么暖保暖气吗 对 圆区的领导给我准备了底下有垫褪子 还有两层背 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个大睡袋 把我整个人像像果餐用样 给我裹里边 不 democrats放到睡袋里边 是吗 他钻到一个睡袋里 就露个脑袋和手 那脸冻了我觉得都得流鼻涕 对 我戴着面具 好几次那个一省鼻涕ку 我扎你跟行李去了 我就忘了 我说我鼻子在你那边 我 League 我快点去处理 所以大家要看到 你们喜欢的这个雪饼猴 其实它工作起来 幕后还有很多 不为人知的 挺不容易的一面 对 铁柱就只负责扮演孙悟空 对吗 对 没考虑挑战 挑战其他的角色吗 我觉得我这个个头 牙狼神也不太合适 我觉得你有点谦虚了 只是没给你那个机会 要不然咱们掌声 让铁柱给我们来个小展示 来一段模仿秀吧 模仿一个师徒四人 玩了他们的所有声音的转换 悟空 给维须化些斋饭来 师父 这荒山野岭的 去哪儿化斋呀 好你个带子 俺老孙能上天能入地 能下海能蹈火 哪儿都能去 那快给维须化些来 好 厉害啊 等会儿 师徒四人 沙僧呢 沙僧只负责一句话 大师兄 师父又让妖怪抓走了 就这一句话 厉害啊 就是在表演的时候 还是蛮专业的 以前是学过表演 学过戏曲吗 对 我大学学的是舞蹈专业 我小的时候学的是东北二人传 后来我排了一出大型的集剧 叫真假孙悟空 积累了很多经验吧 也为我现在演孙悟空这个角色 奠定了很大的基础 铁柱呢 他其实不是一夜成名 小的时候 其实我们吉林当地呢 就有很多人都认识他 因为他获得过东三省 二人传总冠军 特别的出色 后来呢 因为家庭呢 出现了一些变故 对他个人呢 其实打击是非常大的 我小的时候 我的爸爸特别喜欢 东北二人传 把我送到了 我们当地的一个 二人传班里边 在我比赛前十天的时候 我的父亲就去世了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 他没有看我站在舞台上 看我表演 现在家里边 就剩我和我的爷爷 在一起生活 我爷爷身体也不大好 心脏上面长了一个年夜流 我把我二人传得的那些奖品 全都卖了 把他病给治了 也算是 替我爸爸完成了一个心愿吧 铁柱这个孩子呢 非常的坚强 非常的努力 认真的念书 后来考上了吉林艺术学院 那去年12月份 我正好去他们学校招聘 可以说是双向奔赴 刚好我需要 正好他优秀 然后就把他招聘到 我们长春动植物公园 目前呢 他呢 白天 他还去这个 教艺考生专业课 然后下午呢 就来我们园里演美猴王 非常非常努力 谢谢 铁柱呢 我今天还真的挺不容易的 是一个逆袭的励志少年 我相信你的爸爸 你的家人 也不会想到有一天 他的孩子 可以成为有那么多人 喜欢的一个演员 所以现在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机会 为家乡做点贡献 那就把这份工作做好 明白 我现在的梦想 就是通过孙悟空这个角色 让更多的人 了解我自己的家乡 知道有一个大美长春 知道五星山下 有一个雪饼猴王铁柱在这 我一直在 欢迎各位 来到我的大美家乡 吉利长春 感受吉利长春的风土人情 感受我们长春的热情和真诚 谢谢各位 铁柱会在长春 等着您带着雪饼来看他 他就是雪饼 希望大家呢 给他带点这个一消化 不要太难嚼的东西 要不然他这一天吃太多 也受不了 谢谢观念老师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在这个援助当中 齐天大圣是无所不能啊 但今天得在我们 越战越勇的现场 来检验一下 咱们大圣的橙色 橙色 今天和这个姐姐来配合一下 看看能不能在今天 实现最多的梦想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来吧 接下来打卡我们的越战越勇 欢迎你们来到第一关 各个击破 希望姐弟俩好好配合 来吧 接下来有请二师兄 求保上线 我不出题了 生气了 铁柱在景区野猴哥 一天被投喂太多食物 一定要好好咀嚼 才能减轻胃部的负担 自然界中有一种动物 一分钟咀嚼可达四千下 猜猜是下链哪一个 变色龙 哈士麻 花利鼠 狐猛 猎狗 我选哈士麻 为什么 哈士麻我从小就抓他 我建议你别选他 因为他没有牙 没事我坚定这个想法 我选花利鼠 完了 猴和管猴的出现分歧了 你们俩谁会是正确答案 请准备 三 二 一 真的是哈士麻 是 我也以为是花利鼠呢 哈士麻是目前世界上发现 咀嚼速度最快的动物 每秒可达七十下 好 来 接到一个答案 就加上一分 来 请听下一题 许多人会利用暖宝宝 来作为一种轻巧便利的取暖手段 那么在下列自发热物品中 发热原理与暖宝宝不同的是哪一个 自嗨火锅和自热米饭肯定是一个原理 我觉得就是蒸汽眼罩吧 我觉得是内衣 内衣啊 你想想自发热内衣跟这些 发热内衣 都不太一样 那咱俩站这儿 好 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请准备 三 二 一 姐姐可以 接住了 终于接住了 大姐这还有优势呢 这大长腿往前一脉 各搞 姐弟俩都分别接到了球 来 加上两分 小宝解释一下 暖宝宝的发热原理 是铁粉氧化过程中的放热现象 而自发热内衣 则是特殊纤维 吸湿升温的现象 薛炳猴肯定特别了解这事 因为他为了保暖 应该是什么办法都想了 对 这些东西们都用过 身上穿的是加热内衣 对对对 眼睛上戴的是蒸汽眼镜 旁边放的这自嗨锅 就为了能够保暖 你想一下 在长春冬天零下二十多度 我们的演员户外工作 真的还蛮幸运 好 请听下一题 孙悟空练就了火眼金睛 眼睛是视觉器官 也是最重要的信息获取器官 请问 下列哪个生物 主要是依靠眼睛来感知的呢 哪个 我觉得只有三或者是我 蝙蝠应该是靠耳朵 声纳声 对 根据蝙蝠发明的雷达吗 蛇呢 蛇不也有眼睛吗 蛇是靠地面震动 我相信它的指示面 确定了 来 看结果 请准备 三 二 一 接到了 接到一个答案球 加上一分 好 蝙蝠是通过耳朵 接收反射回来的声波 来获取信息 响尾蛇和眼鼠 都是依靠嗅觉完成感知 电漫则依赖电流获取信息 只有鸡是用眼去看 加上这一分 现在你们四个答案球 再接到一个 可以进入第二轮 加油 来 请听下一题 在西游记中 唐僧为孙悟空揭取符咒之前 孙悟空已经被压在五星山下五百年了 那么请问 孙悟空与唐僧相遇时 孙悟空大概多少岁 我这忙了 你要考虑你表演时候的年龄感 我压的时候是多少岁啊 你演的是六百九百一千一一千五还是一千七 我觉得六百有点小了 那我选择九百吧 我选这个 好 究竟是多少岁 请准备 三 二 一 大胜就是大胜 一个剑部 一千一百岁 一千一百岁 有那么大岁数吗 球宝 在西游记中 孙悟空大闹地腐蚀 生死部上记载寿数三百四十二岁 之后又下届上天庭两百余年 这就五百多岁了 再加上压在五星山下的五百年 共计大约一千一百年 好 所以正确答案一千一 接到一个答案球 再加一分 来 请听第五题 在我国古代 年龄不用具体的数字体现 而是使用其他的称谓来指代 如人生七十 古来西 那么一百岁用哪个称谓指代 花甲是多少 六十 茂蝶呢 八十 八十 七十是古西嘛 剩下这几个就不太常见了 锤条 七仪 台背 就是我建议你站这儿 然后这三个就都能接到 行 删这儿吧 好 七仪是正确答案吗 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请准备 三 二 一 没接到 还多接到一个答案球 来 我们先加上一分 请保保给我们介绍一下 锤条指的是多大年纪 三四岁至八九岁的儿童 台背指的是 九十岁的老龄老人 九十岁 那就是茂蝶 之后就是台背 然后是七仪 我们来回头看一下你们的最终成绩 恭喜你们获得了六分 进入第二轮 也欢迎你们来到奖品追逐站 好 咱们先看看这个六个球 在台上的什么位置 这是他们的分布情况 美达对一道题可以往前走一步 明白 如果走到这个礼物盒上面 这道题答对了 这个礼物就可以带回家 然后在第二现场 为三组选手准备了 大约二十个礼物的一个礼物衫 明白 看哪一组能够拿走最多的礼物 如果你们可以打通关的话 还有电视冰箱洗衣机三样家用电器 在等着你们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180秒倒计时开始 请问 号称世界第一运动的体育项目 是哪个项目 足球 正确 牛郎之女的神话故事 和中国的哪个传统节日有关 七夕 正确 命运交响曲 是那位著名音乐家的作品 命运交响曲 约翰 史特劳斯 错误 贝多芬 正确 自然景观丰富的莫托线 位于我国哪个少数民族自治区 西藏 请问 我国春秋时期 哪位先贤发现了小孔丞相原理 小孔丞相 小孔丞相 不行就过 过 莫子 化妆品上的UVA和UVB 都是哪种光线的种类 紫外线 正确 篮球比赛中的双能位 指的是球员可以接任得分后卫和哪个位置 控球后卫 正确 被称为欧亚大陆中心点的是我国新疆的哪座城市 乌木齐 正确 四十二张经是金庸先生拿本小说中众人争夺的宝贝 四十二张经 天龙拔布 错误 射教运运传 错误 过吧 路顶记 安徒生的故乡被称为童话王国的是哪个国家 正确 正确 只因味道伤心处的上一句是什么 男儿有泪不听谈 正确 中国第一座专业足球场 虹口足球场位于哪个城市 虹口 上海 正确 丧肾 蓝莓 这些紫色食物都富含有哪种有助于保护势力的物质 花精素 正确 请问 电影《长空之王》讲述的是我国空军中打克特殊人群的故事 飞行员 错误 谁呢 过 是飞员 阿姆斯特丹是哪个欧洲国家的首都 阿姆斯特丹 葛兰 正确 请问 落霞与孤舞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是王博在哪座名楼上观看到的景色 唐王阁 正确 宠物 荷兰珠的学名叫什么 豚鼠 正确 可以 太厉害了 在最后半秒钟还答出一道题 然后你们最终的成绩是 第十三格 然后可以带走五份礼物 来 耶 谢谢 谢谢 首先为你们送上的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文创产品 谢谢 还有转风机 吹风机 除满仪 还有炮脚筒 这都是给你准备的 今天通过你们第二轮的表现 很有可能成为今天的冠军搭档啊 如果是冠军搭档的话 还可以清空我们后面的礼物池当中 其他两组没有带走的令人 所以先不要离开 暂时休息一下 好吗 好的 再次感谢 谢谢黄梁老师 谢谢 祝贺 祝贺 挑战继续 这里是越战越勇 接下来我们又会到哪座城市来打卡呢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队旅行推荐官 有请 小推荐官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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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要带咱出国呀 是啊 二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李明文 今天满七岁 这是我老孩 大家好 我叫马丁 这是我玩 今天我们来给你们推荐 我们的老家 重庆三层 看长相和听口音不是一回事啊 你 你那老家是 是重庆 上司嘛 祖籍是哪里人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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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人 牛门呢 我 你是在哪里出生 我就是在重庆 所以今天要给我们推荐打卡你们的城市 对不对 对 两个字其实很好的庙是重庆 一个是巴黎城市 因为如果你去重庆的话 有些地方你感觉你在一楼 实际上你在八楼 然后还有一个词就是美式的城 那今天我也给你们带来一些我们重庆的美式 哎呀 来就来吧 只要不带雪饼带什么都行 可以可以可以 哇 哇 来吧灵别客气了 哎呀 这就等着你叫我上来呢 我替大家尝上去 哎呀 这是重庆小面 这是丸杂面 丸杂面 对 对 还有火锅底料 还有麻花 还有冰粉 冰粉 这两个都是辣的 对 我个人很喜欢豌豆啊 因为它有爬又软 跟那个欧洲的肉酱面差不多 对 所以我很喜欢 您说的是意大利肉酱面 咱们这就是弯杂肉酱面 你这一口可真不小啊 试试试吃 没让你都吃光 试试啊 我还以为这碗就是我的呢 关键还有别的 你得替我们观众尝一尝啊 这这给我留着啊 我录完相接着吃 光临姐姐 你太适合去长春了 别说 你后继有人了 重庆想麻花 真脆 冰粉应该是咱们重庆 非常受欢迎的甜品 甜品对 就所有游客来重庆 他们一定会吃这个 可以 特别像我当时 在重庆吃的那个味 就是这个味 其实好多游客 选择到哪个城市去旅行 风光是参考的一部分 美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 很多人喜欢去重庆啊 喜欢去成都啊 跟当地的美食是分不开的 这个重庆就一说好像 就开始分泌的卧夜 是一个让你提起来 容易流口水的城市 当然其实要说到重庆 最具代表性的美食 应该是火锅 对 重庆的火锅 然后火锅 火锅 火锅 所以这是给 谢谢 谢谢 带来的底料 谢谢 谢谢 你算什么都行 哎 算所有 你看你这是外国朋友太客气了 这带的也太多了吧 哎 怎么能叫外国朋友呢 现在是咱们重庆女婿啊 啊 谢谢 谢谢 哎呀 那杨帆这份我就也拿走了 孩子给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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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它弄留下啊 麻烦 把它给带走啊 我还想边吃边看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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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二位给我们带来的家乡美食啊 但是 就冲一上台推荐家乡 先带吃的 再结合这个身材 我们就大概能猜出来 马丁啊 应该属于是美食爱好者 对 就是本来我来中国 为了就是尝一下 就是整个中国的美食 但是哎呀 八年过后 我还没吃完重庆的美食 但是重庆比如川鱼地区 它的美食特点就是辣 对啊 但是德餐我个人觉得就是 和东北的一些美食还是有点接近 酸菜是吧 对 那你是怎么一下 能够接受吃这么辣的 因为他小时候就喜欢吃辣 哦 他在小时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德国人 哈哈哈哈 不是 他儿子说的特别像他小时候 他就认识他 我再确认一下 你们俩谁是谁爸爸 哈哈哈哈 对 我的老婆也会这样说 谁是爸爸 哎 那你可以吃辣吗 我可以 小朋友可以理解啊 因为他出生在重庆 那你这个语言天赋可以啊 还好 你是在德国的时候就会讲一点点中文 还是到中国了之后才学会的 我在德国和英国学了一点点 然后在北京也学了一点点 但是其实我到重庆才学了很多 很多人觉得是因为我 我的老婆是重庆的 其实不是因为我上那个很出名的大学 我不知道你也知道哪个大学 我们可能是同学 社会大学 知道吗 社会大学 他们会走包我 所有人都在社会大学上学习 对 因为从我老天上速度车 什么光街呀 而且我重庆很热情嘛 所以可以很快就学 今天能不能现场也教我们几句 比较纯正的重庆话 可以 来来来 我们关灵老师啊 那个语言天赋 和别人不一样 学两句重庆话好不好 特别想跟您 你说我找一德国人学重庆话 教我几句有特色的 好玩的 那个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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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那个门里有点关友 嘎 就是是不是啊 是不是的意思 嘎 嘎 嘎 怎么想要打架呀 嘎嘎 嘎 这样 你教一句 老子数到三 老子数到三 嘎 死妈妈给他教的 看来 你经常惹你妈妈生气 我想知道三个数以后发生了什么 吓我一跳 嘎 嘎 老子数到三 你起火了 你是不是要跟他打一跳 嘎哈 那是东北话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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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我们都学会了 这不利于家庭亲子关系 这个 哎呀 太可爱了 这个小朋友 婚礼之前经常工作的原因去重庆吧 哎 没错 那个比如我记得是叫红牙洞 对 红牙洞 还有就是现在很多漂亮的那个打卡地 还有一个楼里面穿一个火车 丽子巴 嗯 就是每次去的时候都感觉有好多好玩的地方 包括在郊区有一个火锅山 哦 对对对 专门吃火锅的 对对对 哦 我见过那个山 嗯 但是我没去过 你太厉害了 你还见过那个山 我现在想起来在重庆都觉得特别好玩 感觉很放松 就很安逸 然后 很把势 对 那如果让马丁来总结的话 你现在生活在重庆这么久啊 你认为重庆最特别之处是什么 我觉得重庆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城市 快的 非常快 和我们印象还不太一样 哦 是 对 出租车它们都叫黄色法拉利 哦 对对对 黄色法拉利开的速度很快 对 你可能已经去 还没关了个门 它就开始开 对 对 到地方是不是门找不着了 这是黄色的出租车 对 快 对 然后菜上也特别快 因为我们德国人 点菜可能还要花一个小时 我们还要跟老板聊天 然后上菜还可能等个半个小时 很慢 在重庆我感觉从今天到上菜 就十分钟 这说明效率很高 说明服务也很发达 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重庆很跟着 其实这个跟德国人很像 想什么他就说什么 很直是吧 对很直对 但你从德国到重庆 你会有不习惯吗 因为重庆人 一是他的性格 另外他的讲话 他的口音都是很直的 对对 有时候很硬 听起来有时候可能不理解 听不懂以为吵架的 对对 很多人觉得 德国人说话的时候 就在他吵架 我们非常直接 所以我觉得重庆 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城市 因为我可以直接跟人家聊 而且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人家趁我吃饭 我不用花什么钱 非常热情 重庆的小伙 一般都是趴耳朵 对趴耳朵 不管是本地人 还是外国人 一到重庆都变成趴耳朵 真的 连外国人这也传染啊 对 我发现在重庆 他们很喜欢说一个字 叫唐克 我本来以为唐克 是这个战斗那个唐克 唐克 以为是唐克 对 因为唐克很凶 有力量嘛 对吗 但是后面我发现不是 因为重庆话 有一句话叫唐克 其实形容的是老婆的意思 所以他的意思 怎么能管老婆叫唐克呢 对 后来发现 家里这个唐克和唐克比起来 差不多 非常凶 非常有力量 作为一个外国人 到中国生活之后 怎么理解 重庆的趴耳朵这种文化呢 肯定要听话 对吧 而且不要回家 肯定不要太晚 比如说 十年过后回家 那肯定要 要这个贵了个榴莲 你们有这个错法吗 贵榴莲啊 我们这边是贵键盘 是吧 还有我们有零花钱 重庆的男人 一个月可能有500块钱 零花钱 你就500 很多人觉得 这个是怕老婆的衣服 它就是一个爱老婆的一个衣服 实际上就是夫妻之间的一种默契 尤其是男人 特别愿意当着外人的时候 说我很怕我老婆 对对对 其实那个女人也有面子 其实男人说起来也不觉得丢人 对 因为这是一种爱的表达 对 可能是要怕你习惯了 你根本就没有耳朵 你怎么能理解 什么叫怕耳朵 我的耳朵 不是让老婆没收了吗 北方女孩子是怎么样 北方女孩子 我们一般都比较温柔 比较娴熟 我们从来不喊老子数到三 北方的女孩都不数那三 直接上手 都是很疼自己老婆 老婆在外面其实有时候 还特别会维护自己老公的形象 对吧 对 比如说有些事情 该让你去做的时候 一定会让你去做 对 是的 比如说一个例子是 就是我们跟朋友吃饭的时候 抢买单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一起抢 因为我在德国 每个人都是付自己的东西 但在中国我发现就是 可能有一次我付钱 有一次别人付钱 对吧 但是一定要抢买单 我最开始我都没有习惯 而且我抢不过别人 一看你就没认真抢 这体格还抢不过别人 是啊 然后我老婆看到我 不抢买单 她就会说我 然后没有抢到 在家里又要归六年 你是千里迢迢 从德国 跑到中国来练习盖来的 对 是的 不过他是来吃包子的 对 爸爸最爱吃包子 对 而且他刚来中国的时候 他买了很多的三国演义的书 我小的时候有个游戏 是关于三国时期 然后里面有包子 所以我玩这个游戏以后 我一直想去中国 但是你最早可能了解 中国历史的一个小的片段 其实这个游戏我觉得是 发展了我对中国的好奇 当时是什么原因要来中国 我跟我媳妇是在英国人似的 因为我们是在那边读大学 然后他就给我说 马丁你要不要学着葡萄话 你葡萄话真的不能行 你给我一路嘛 我就跟他说 好嘛 走 然后一落这个后 他就把我扶着拿走了 然后就走不了了 真的 还是我们重庆妹子厉害 爸 那自己的家里人 会定期到中国来看你们吗 还是会偶尔来 对 可能每两年一次吧 如果他们来中国 喝鸡酒来的话 他们会不会不适应 对 非常不适应 我刚刚到重庆的时候 我都不适应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德国人喝酒很凶 德国人但是喝啤酒厉害 对吧 对 中国喜欢传统的 应该是白酒 你喝醉过吗 三次 你都知道 第一个在刚上大学的时候 喝醉过 然后是大学毕业的时候 喝醉过 然后就是刚来中国的时候 喝醉过 我确认了 你是看着他长大的 他怎么什么都知道 说明爸爸妈妈一般什么事 也都愿意跟孩子讲 对 在德国的时候可以理解 你上大学和兄弟们见面 毕业了三伙饭 这时候喝一杯喝多了 还有你说第三次是 第三次跟我的家人 刚刚认识了我岳母岳父的时候 他们请我吃饭 然后带着很多朋友 这种大的圆桌子 我就以为 哎呀 中国啤酒酒店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不用怕 然后我们就开始喝 然后我学了那些中国的礼仪 比如说要走一圈 对吗 对走一圈 而且喝的是啤酒还是白酒 都喝了 和人家喝 然后我一直在找各种借口 说我要开车 他不说有代价啥 对吧 因为我们走国外没有代价 我都不知道当时 对 没有借口了 只能喝了 对真的在中国喝酒 一定要有策略 对 比如说拿一下小杯子 少倒一点 对吧 你看中国所有的传统节日 我们最向往的就是 一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 推杯换展的过程当中 大家去聊一聊 过去这段时间的变化 对 他们也有我和开心嘛 就是欢迎我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文化 其实它的核心是一样的 就是家就是爱 对吧 对 所以现在说来说去 在中国已经生活九年了 其实我发现 无论从语言上 从思维上 其实你已经不是外人了 咱们都是自己人 对 其实聊起来好多东西 都是相互可以理解的 最后的时刻 因为今天来这儿 还是做旅行推荐官 咱们小推荐官 再跟观联阿姨讲一讲 如果我们到重庆吃 我们去吃什么 火锅 火锅 还有丝木朵花 豆花 重庆的豆花很有特色 然后你可以调一点东西放进去 我在中国长得很胖 我长了20公斤 长了20公斤 40斤 对 重庆的美食养人 水土也养人 所以希望这个马丁一家人 在重庆可以生活的 轰轰火火 谢谢 谢谢今天你们来到新门 给我们做推荐 接下来我作为北京推荐官 推荐你们打卡第一个景点 越战越勇的第一关 来 各个击破 来 有请秋宝 请听题 下列美食中哪个名字 所含的地名 是该美食的起源地 哎呦 我以为本身就都是这些起源地呢 应该是这个吧 为什么喜欢吃北京烤鸭 对啊 我是问你最喜欢吃的 应该是兰州拉面吧 兰州拉面不一定就是 是从兰州出来的 哎呦 这个美食有可能就是 从这个地方出现的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的爸爸在家里 太让你操心了 啥事都得问你 我们猜嘛 我们缠了个球就可以 这道机器 是对于父子俩来讲 有一点点难度 哪一个是正确答案 请准备 三 二 一 哦 差一点点 将来能当一个很好的守门员 很棒很棒 这要提起了有点难度啊 安徽版面 安徽版面 虽然被戏称为河北特产 但确实是安徽泰河的美食 啊 由于老爸接到了一个答案球 来给你们加上一分 再接再厉 小宝 穿鱼一带 对土豆 这一食材格外喜爱 下列名称中 哪一个不是土豆 哎呦 地蛋 地勺 杨帆玉 哎 杨帆玉 跟我有点渊源 杨玉山药蛋 哪个不是土豆哈 对 我听一下儿子 三要是土豆吗 不是 不是 你看家里孩子家长说了不是 那你去这里我去这里 好吧 我看出来了 你爸是根本不进厨房是吧 呃他没有做饭 就基本没做过是吧 对 怪不得 爸爸也不知道哈 来吧 看看你们爷俩有没有人选对答案 请准备 三 二 一 哇 其实我们小宝贝啊 如果能够选对答案 他接球没问题 对吧 孩子现在学球 你擅长的是篮球 足球 足球 怪不得你刚才跪得那么专业 好 给你加上一份 一勺又称红薯干薯等 被誉为长寿食品 地勺就是地瓜呀 请听下一题 下链 哪种水果是最适合放进冰箱里保存的 我这什么好了 是这个吗 我听孩子 哇 你故意扔下来的 不是 加上一份 一下哪种物品是最近一两百年才发明出现的 我知道了 你已经知道了 哪个 就是那个纸 卫生纸 对 运斗也会有吗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关于这个在德国 哦 好像全有 但是技术肯定不一样 不是用电的 对 不用电 手套可以理解 肥皂呢 要不然你去这里 我去这里 我去这 那我就这里 哎呀好可惜呀 你又把自己当成守门员了 你给他扑走 肥皂出现于宋代 烤串和运斗 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 手套更是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 而纸虽然发明的很早 但是卫生纸这种纸类 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 明白了 还有最后一题 现在需要你和爸爸一人接到一个球 才能得到五个进入下一轮 好不好 加油好吗 给爸爸鼓励一下 哎呦 谢谢你 但是这道题可能要靠你 爸爸会写汉字吗 他不会 所以接下来 你要告诉爸爸站在哪个答案好吗 来请听第五题 请问 凹字的笔画是多少 凹 先考考老爸爸 凹是什么意思 凹汤那个凹吗 凹汤 我都是个老外婆 哈哈哈哈哈哈 还有个反的一个这样子吗 哎对对对凹凸凹凸啊 对凹凸不平的凹 地上有个坑 那个坑就是凹凹型 嗯哦 可以可以问他 咱不是问你这个字什么意思 他一共有几笔 那听孩子的吗 我听孩子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确定吗 对 ok ok 好好 是无比吗 来 3 2 1 哇 咱们玩的就是这个悬念 就是这个刺激 对不对 祝贺你 来 太棒了 正确答案就是无比 而且父子俩同时接到了答案球 我们再加两分 好 祝贺你们来到了奖品追逐站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五个球 会在什么位置 还不错 变 现在他们变成礼物盒了 之前成绩是这里 是第13格 所以你和老爸回答问题 如果能够超过这个来到这里 你们就成为领先者 来 和老爸去出发点 刚才我在那边 听到那个题 我和我爸一个都不会 第一关选手那个题 一道都不会是吗 我就在杀台湾 是一个是一个 万一能打对一道题了 好不好 来 180秒 倒计时 开始 请问 1998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 是哪个国家 我知道 是法国 正确 你看 这不是打对一个 请问 在古代被称为万岁爷的是什么人 管谁叫万岁 过 皇上 请问 我们经常用辛勤的园丁 赞美哪个职业 我们形容哪个职业 是像辛勤的园丁一样 足球 你心里只有足球 过 教师 请问 被称为液体面包的是哪种酒 我知道 啤酒 正确 你看 爷俩都有强项 请问 保龄球的球体上面有几个指动 三个 正确 请问 御龙雪山位于我国云南省哪个城市 过 必将 请问 在斯诺克的比赛中 打进哪种颜色的球会得到一分 这个老爸可以解答一下吧 斯诺克 苏克 苏克 打什么球是一分 我知不知道 红色吗 正确 我猜的 可以 请问 在足球史上被誉为金色轰炸机的德国球员是谁 克林斯万 正确 请问 国器上通用的宝石的计量单位是什么 宝石 宝石 还是他爸求婚的时候 克兰 正确 请问 我国四川省卧龙自然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是哪种国宝动物 処 几 准 行 废 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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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时间到 好 也不错了 很好 明明说在上一组 一个题都答不上来 结果你们答对了 八道题可以和老爸带走 一 二 三 三份礼物 一个爸爸的 一个宝宝的 还有一个是妈妈的 是吧 对 不错 祝贺你们获得了 蓝牙音箱 吸尘器 还有加湿器 好棒 好 再次感谢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的推荐 谢谢 挑战继续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本场的第三组搭档 也是我们本场的第三队 旅行推荐官 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你好 欢迎 来 有请二位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周宇 大家好 我是刘朱军 同二位的着装 大概能够看出来 这是从南方来的朋友 您说对了一半 不过呢 我们要比南方更难一点 我们来自三沙市 哦 从我们祖国的三沙来的 对 是我国最南端的城市 像课本上 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 就在我们那边 而且我们那边 有真正意义上的玻璃海 能见度能达到40米 哇 好美啊 这个就是银鱼岛那边 这是其中的一个岛 最大是永兴岛 对 最大是永兴岛 这几个岛之间 是可以来回穿梭的吗 对 一般大家都是 可以漂岛吗 对 你们可以做冲锋舟去 哇 太美了吧 好美啊 哇 好想去啊 好想去潜水 一看那个鱼 而且就是三沙是我们中国 可以讲就是 陆海面积最大的城市 对 三沙市的话呢 是我们国家 面积最大的一个地级市 那它的陆海面积的话呢 相当于是300个上海那么大 但是呢 我们的陆地面积 却是最小的 我们有280个岛屿和沙洲 但是加起来呢 还不到一个乡镇那么大 然后现在最大的岛 应该是永兴岛 对 永兴岛 现在的话是5.12平方公里 早上就围着那岛 跑一圈大概多长时间呢 跑一圈的话 大概是30到45分钟 就跑完了 45分钟就跑一圈了 对 就跑完一圈了 上面有一所学校 对 一家医院 一家医院 有超市吗 有一个军粮供应所 相当于一个小超市 对 很小的一个超市 还有什么其他的设施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还有运动馆 有一个运动场 场馆 对 还有图书馆 然后就是一些室外的活动场所 比如说我们有室外露天的那种排球 或者是羽毛球等等这些 好 那比如说那里上网的速度怎么样 5G没问题 这个三沙是普及5G的 对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据说那上面还有电影院 对吗 对 上面还有电影院 比如说我们的春节 如果在岛上度过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到最新的春节党的电影和大片 不行 春节党的不行 太贵了 电影票 就是在岛上这一部分就是可以免费 欢玲 在三沙你知道一个别墅多少钱吗 一块钱 要分 我买50块钱的 你现在排队吧 真的那么便宜吗 说对了一半 准确地说这一块钱是租一个别墅 不是买一个别墅 租多长时间呢 一个月 而且它这个对象是有限制的 什么限制 它主要是针对我们三沙永兴岛上的这些渔民 是国家给的福利的优惠待遇 像他们以前在岛上 这个住房可能是一些茅草房啊 或者是一些微房 那国家呢就出钱给他们盖这种独栋的小别墅 然后让他们居住 这一块钱就是象征性的收费 包括一些装修和他们的一些用具 也都是免费提供的 大家是不是很羡慕 说当时住房租一个月才一块钱 而且说还有更诱人的呢 什么上学啊 去医院啊 免费 但是前提条件 你得是在那里工作的渔民 对 渔民工作就蛮辛苦的 然后能够让他们就是在这个岛上生活 然后就是国家给提供了很多的优惠的福利政策 对吧 当然这个三沙这个美景啊 图片也好 视频也好 很多朋友都看过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未必了解 怎么能够到三沙上去 是坐飞机还是坐船呢 现在三沙部分的这个岛礁已经开放了旅游项目 那大家可以选择从凤凰岛出发 乘坐那个四天三晚的游轮 前往三沙的银鱼岛 全富岛和鸭公岛进行旅游参观 刚才讲这些听着太诱人了 有那么得天独厚的自然的优势 那么美的风景 但是如果长期生活在那 是不是也有一些不适应 你们在那边生活多久了 我在永兴岛工作的话 目前的话已经是有九年时间了 是做什么工作 我们在岛上的话是做气象工作的 我们一次上岛的话待过一个月以上 长的时候有待到三到四个月都有 我本人最长时间有待过二百二十天 大半年 我的工作主要是给三沙市的公众 每天发布一些气象预报信息 因为我们三沙市是四面朝海的 然后像这些渔民啊 它出海是非常依赖我们气象的预报的 尤其在那边如果遇到台风季节的话 对 这个气象预报还是关系到生产的安全的 对 那你们的气象预报是通过什么样的传播方式 是大喇叭 还是手机APP 我们现在气象预报宣传的话比较全面了 就是像微信微博电视还有这个政府网各种渠道 如果是那个渔船的话 它在行驶到远海的地方 它可以通过短播电台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这个 其实就可以播报给它 就是不管有没有手机信号 有没有互联网 它都会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最新的这样的气象信息 就是基本上是全覆盖 所以你们俩是同事关系 对 我们同事关系 我是2022年开始 差不多一年半 那你们俩具体工作内容有不一样吗 我主要负责的是监测网络 就是接收地面以及高空的气象数据 那就是你属于是第一官 对吧 对 你能采集到气象的信息 它再来发布 对 来分析和发布 那我们现在采集气象信息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就是在祖国的最南端放探空气球 就是观测到万米高空的气温 气压 湿度 风向风速这样的气象数据 然后每天早上和晚上的7点15分 全国的这个气象观测站都要准时去释放 同时呢 这个数据传回 为未来的向他们三到七天的这个全国的气象预报 提供非常重要的依据 云天放气球 真的是气球 云天放气球 放不起来呀 所以看到没有 甚至有点台风了 对 台风天 所以如果不进行这个气象的预报 其实那个时候出海 或者在海边都是有一定危险 对 非常危险 真是不容易 每天新闻联播之后 都会有一个天气预报 在天气预报结束以后 会有几个特别的城市 其中就有三沙 对 对 原来就是这么出来的这个结果 这么不容易 所以这段交流 从最开始我们想象当中这个三沙的美好 羡慕着阳光沙滩 其实了解到具体其实工作在那里 如果是很长时间的话 对 对 对 其实也需要耐得住寂寞 也不是一切都是特别美好 对吧 是的 这为什么会选择做这样的工作呢 为什么会去呢 我当时其实在上大学的时候 是读到了一句话 就是说 当所有人拥促着繁荣走向前 你有没有勇气逆声向喊 然后正好有这样的一个岗位在招聘 然后我就从祖国的最北端 通过公务员的考试 考到了三沙 我们祖国的最南端 你是哪里人 黑龙江 哇 好远啊 对 你每次回一趟老家也得一天吧 加上转机要七个小时的飞机 对 那全家翔底怎么搬那么远 视频电话 只能视频电话 对 而且在那边工作和生活 其实有想象不到的一些困难 刚才讲到了一些极端的天气 然后在那边要耐得住寂寞 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 海上风浪非常大 一般人都会有很严重的晕船反应 对 像我可能就是平时很少去坐船嘛 加上平时的工作内容 需要去海岛之间维护和维修 有时候这个船可能就要在海上漂泊五到七天 那个浪很大 然后你就会晕船 我那个时候就是绷着那个垃圾桶或者所有袋 就是狂吐不止 然后呢我就会跟我同事说 这个兔满了 再拿一个带过来 真不容易 而且有的时候换那个小的冲锋舟的时候 风浪比较大 那个船就会立起来 就海盗船的感觉 对就立起来 开船的人呢在你的上面 你是在船的下面 然后那个海水会从那个船舱漫进去一点 哎呦那太吓人了 这些经历有跟家人分享过吗 没有 他们不知道 他们就是看 哎怎么三四天不见 好像瘦了七八斤一样 我就说出去航行捡了一畅肥 哎呦那你比如说像年轻人在那边 可以网购吗 可以网购 那我们如果要网购的话 我们的货物一般是随着那个补给物资的船 然后送上来 多久来一次 平均的话一周会有一次 那还行 对 天气不好的时候 可能两到三周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一般 中间就是那物流 现在暂时失去联系 是 不能卡到哪段海域上面 哦这样的 但有一样肯定没有 叫外卖应该没有啊 对 岛上没有外卖 其实我个人的话是一个吃货 所以我对于吃到新鲜的东西 其实是非常渴望的 像那个 你在那儿不得天天吃鱼啊 天天海鲜刺身的大黄剑 都吃腻了人家 对 就想重庆火锅 要不然这个待会儿你带走 他不会让你白带走 他想给你换点鱼 没问题 最奢侈的在那边是吃什么 像我们吃到新鲜的蔬菜 就是最奢侈的 像我们那个菜啊 一般从地里摘下来 到我们能吃到 那一般要经过15天这样子 我们平常一般都是吃很多 那个树冻食品 那树冻食品吃多了 就容易肠胃不舒服 那我们吃不到杜角呢 我再考虑考虑 也没人邀请你 比如说我最开始上岛的时候 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每个女孩都希望 有一场甜甜的恋爱 那我在岛上的话 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困扰 有啥困扰 这旁边不有一个吗 我倒没有别的意思啊 咱就是聊到这个话题 顺其自然 水到渠成就想问一问 周宇哥主动才行 点你呢 周宇哥是啥想法 周宇现在是单身吗 对 我单身 是 家里父母挺着急的 话都已经脱电到这儿了 特别着急 你就应该拿出行动来 除了不上船 不监测的时间 也可以你们俩去 不收费的电影院 去看一看电影 咱们这外人就不下操心了 但我还真 有时候能理解这种关系 因为平时天天朝夕相处 同事有时候就更像一家人 太熟了 包括就生活在这个永兴岛上 好像也就千八百人 对 因为人少的关系 我们跟他们 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我们会就是利用一些 特殊的节日吧 去给这个渔民 做一些科普宣传 然后这些渔民呢 也会叫我们 去他们家吃饭 然后比如说 他们抓到最新鲜的海鱼 在春节的时候呢 每个渔民呢 他会出一道菜 然后大家组成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年夜饭 然后一起来分享 大家的一个快乐 除了台风天气外呢 我们岛上大部分时间 还是风和日丽的 到晚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一起去散步 去看夕阳啊 然后去钓钓鱼啊 大家在这个氛围上 就像家人一样吧 哇 真好 大家特别近 不像现在咱们住的 这个城市塔楼 谁也不认识谁 是的 那边反而觉得是 家家户户都特别亲近 对 有点夜不庇护吧 基本上在上面 也不会担心丢东西啊 就是 没错 有那么一句话 叫每一寸土都有人守护 所以你看我们两位年轻人 他们用现在的工作 其实也在守护着 三沙的渔民 他们出行的安全 你们也在默默地坐着 属于你们的贡献 当然今天你们还有 另外一种身份 就是作为旅行推荐官 其实三沙现在的旅游开放 只针对我们中国公民 所以如果有这个时间的话 真的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祖国的 最南端去旅旅游 看我们的国旗高高漂亮 再次感谢二位 好 谢谢大家 这从大南方过来的 到北方来 那不得给你们准备点礼物吗 但是得靠你们自己去赢 好吗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欢迎你们来到第一关 各个击破 来 邀请秋宝 请听题 因为冬季寒冷 且食物缺少 许多动物会选择冬眠 那么在三沙这样一个 一年四季温暖的地方 哪种动物会进行夏季休眠 夏季也休眠 海马海参 海星海归海蛇 应该不会是海归 也不是海马 我觉得可以选一个 我们平常可能会吃到的 海蛇 我觉得应该是海参 夏季海水温度比较高 可能要适当地休息一下 才能够避免这个紫外线 那才涂点防晒不就完了 秋宝真是个大聪明 就像我们人一样 在岛上中午的时候是不出去的 一般都是到太阳落下的时候吧 我觉得应该是海参 你是咱们单位的百科全数 我相信你 就在你们那工作的地儿 能看见海归吗 我看到过 岛上有那种海洋局 他们会比如说船在外面 发现一些受伤的海归等等 会把它 给它治好了 对 治好 再统一放走 去三沙咱们去看海归 对 好 那海参是正确答案吗 请准备 三 二 一 好 接到了一个也好 来 我们加上一分 当海中温度升高时 海底的浮游生物 会上升到海面附近 生活在海底的海参 就会像过冬一样 面临食物短圈 于是就会进行夏眠 好的 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答题 古代文人 长江风景当作抒发感情的载体 寄托自己的情怀 请问 在我国历史上 写诗最多的诗人是谁 五位人物 白居易 苏氏 李白 乾隆 唐明皇 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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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氏 我觉得是李白 李白是诗仙 诗仙 所以他作品应该多 对吧 对 你占李白 我占苏氏 对 万一这边有球 还可以从这边写下 想的真多 刚才头上你都没接好 还想到旁边呢 行 好 李白和苏氏 是正确答案吗 请准备 三 二 一 我 我 乾隆 没想到皇帝 人家是最高产的诗人 据不完全统计 乾隆一生 写了四万多首诗 好 比第二名的陆游 多了整整三万首 虽然乾隆写了这么多诗 但是能够流传于世的很少 很遗憾 没有答对问题 没有接到九不加分 请听下一题 在唐朝 后宫家里三千 家里三千指多少人 我选三百 后宫三千形容很多 但是不会多到三百 我选一百吧 我改成一百 对了 旧堂书中记载 皇帝的家里 大概在一百人上下 再加一分 加油了 现在我们才两分 还得接到三个球呢 来 请听第四题 陈渝 落雁 碧月 修花 分别对应 描绘了我国古代的四大美女 请问 陈渝指的是谁 杨宇环 貂蝉 昭君 西施 李施施 西施有那个 他去河边洗衣服 是西施洗衣服是吗 是 河边换纱 好像是他吧 好 西施是正确答案吗 请准备 三 二 一 太棒了 可以 起死回生 这一下又有希望了 来 加上这两分 陈渝 讲的是西施 换纱时的故事 落雁 指的是 昭君出赛时的故事 碧月 是述说 貂蝉败月的故事 秋花 谈的是 杨贵妃 观花时的故事 来 还剩下最后一题 你们俩呀 至少得接到一个球 下右 请听题 观察下列 五幅照片中的云 判断哪张代表的是 天气最好的 这道题错了的话 你们俩就不用回三沙了 是 像你们出海之前 假如不用放气球 不通过其他的监测设备 就通过看云 真的就可以判断 未来的天气吗 是的 观云十天的话 是我们古人一直 延续到现在的一个智慧 就是通过云的一个形态 来判别 我们未来的一个天气 像最左边这个乳状云的话呢 它一般是有强对流天气 才会有这种气流 已经往下 有可能大暴雨 大台风 碎鸡云的话呢 也是平和的天气吧 普通好 对 农机云的话呢 它如果再进一步发展的话 它就有降雨的可能性 最后的这个鱼鳞云的话呢 它是一排一排的 然后每个云形像豆腐块一样 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边缘 这种呢 一般是预示着好天气 勾卷云也是好天气 对 那最好的是鱼鳞云 是吧 对 好 专业知识输出 输出完之后一下错了 不能 好 请准备 三 二 一 太棒了 大逆袭 来 再加两分 你们集齐了六个答案球 也祝贺你们来到了第二关 奖品追逐战 特别强调的是 第十三格是目前的记录 超过它 你们将会成为本场的冠军搭档 可以清空讲之当中 其他两组没有带走的礼物 如果打通关 到最后还可以带走电视冰箱洗衣机 希望你们加油 好吗 来 一百八十秒 倒计时开始 请问 我国经典动画电影三个和尚 说的是三个和尚 从事哪项劳动的故事 挑水 正确 请问 司马迁的名言 人故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的下一句是什么 是红毛 正确 请问 风神演义中 打几是什么动物幻化成的妖精 白狐 正确 请问 东湖风景区 位于湖北省的哪个城市 东湖 过 武汉 请问 帕斯卡是国际单位之中 表示什么的基本单位 正确 正确 请问 比利时的安特卫普 是世界最大的哪种宝石的加工和贸易中心 蓝暴石 错误 红暴石 错误 黄暴石 错误 钻石 正确 请问 公司真的 几害杂失中 落红不是无情物的下一句是什么 正确 请问 刘三姐被我管哪个少数民族人们称为歌仙 苗族 错误 李族 错误 摇族 错误 过 壮族 请问 特种兵在夜间执行任务的时候 会佩戴哪种苗具来进行观察和瞄准 一试一 正确 请问 李白的诗句 云响衣裳花响龙 春风浮简 鹿花浓 赞美的是哪位美女 杨贵妃 正确 请问 哪种金属因为密度最小常为制作电池 那 错误 过 李 请问 谈桃会是神话传说中庆祝哪位神仙诞辰的聚会 正确 请问 京章铁路中的章指的是哪个城市 张家口 正确 请问 资质通鉴和哪本史书并称为史学双臂 史记 正确 请问 被称为地球第三级的是我国的哪个高原 青藏高原 正确 请问 俗语不是一家人的下一句是什么 时间到 不进一家门 也不错了 第十二格 来 祝贺你们拿走了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份礼物 来 祝贺你们获得了台灯 干衣机 筋膜枪 电饭锅和扫地机器人 五份礼物 太好了 干衣机在那儿正好用 代表家人向你们问候 在祖国的最南端好好照顾自己 好不好 好 常跟家里联系 报平安 也祝你们工作顺利 再次感谢今天你们作为旅行推荐官来到我们现场 为我们带来的介绍 好吗 再见 好 再见 根据三组搭档在第二关当中的最终成绩 那今天的冠军搭档就是我们的第一组 让我们再次有请雪饼猴 来 看看 来吧 冠军组合要清空 我们今天除了你们拿走礼物之外 剩下的所有的礼物 刚才你们拿了几个 我们刚才拿了 刚才就没手了 谢谢 差不多五份吧 哇 七加五等于十二 一共拿走十二份礼物是不是 对 太厉害了 这期节目当中通过我们选手的介绍 也让我们对不同的城市有进一步的了解 希望本期节目为即将出行的你 有一个最佳的推荐 那再次感谢今天我们的三组搭档 也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关注 更要谢谢我的老搭档欢临 这里是越战越勇 再见 yeah 洛档好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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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档 好咳